国道收费站今天凌晨零点钟就吹熄了灯号 那各地收费站都充满了赶张的离别气氛 而收费员虽然都要失业了 还要和同事分离 但还是他们是强打起精神 坚守岗位 继续收票找零直到最后一刻 国道继承收费30号正式展开 想到即将面临失业 收费员还是得打起精神 坚守岗位 继续收票找零直到最后一刻 零尘一点一到 收费员拿起停止收费的牌子 正式宣告人工收费车道走入历史 全面开学站人生 谈起这份做了几十年的工作 曾经的辛苦如今都将成为回忆 收费员更是依依不舍一度哽咽 八个小时五六千步都有 所以我们几乎坐不到椅子 喝不到一口水 很辛苦 对很辛苦 大家都记得那一段那个艰辛的岁月吧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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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夏老班关上门 最后一天的任务正式结束 回到休息室收费员互相打气 虽然依依不舍但大家还是一起拍了大合照 为这份工作画下最完美的句点 贸易收费战 尊重再见 耶 联合报田赵伟张郁珍胡彭生 综合报导